缅甸虽然交了百索成等十名店炸饭,但敏昂来三分合作,七分抵赖的本质没有改变,它就是属于挤牙膏属性,你不捏它不出,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从最初的遗交明真真明学昌想胡混过关,到现在的六个头目和四个小虾米,都是在大国不断捏挤牙膏下的一点点土出而已,只要魏荣,白英兰,李赛高等人没有遗交,大国挤牙膏就要更大力。 有知情人士透露,魏荣,白英兰,白英能等人没有被转交。 是因为白索成魏怀仁等人跟敏昂来达成某种协议,交出自己以至于四大家族不至于绝后,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四大家族都有后人没被转交。 近日,有消息称,果敢同盟军将缴获的缅军武器和部分八十一式自动步枪,援助给克烟民族保卫军,直接给缅军制造出更多强大的对手,让敏昂来故此施笔,就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为压制游击战,缅军要在各个村镇,警察局和检察站受访,要建立各个搜索队和追击部队。 因此,哪怕是一支只有几百支枪的游击队,也可以牵制数千名缅军士兵。 看来,想要改变敏昂来三分合作,七分抵赖的本质,还得加把火。 敏昂来在位,对同盟军反而有利。 敏昂来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智和高超的指挥能力成为备受瞩目的一员,他在多场关键战役中的卓越表现改变了同盟军的战局,他善于善用地形,兵力和情报,总是能够在看似绝境的情况下巧妙化解危机,将战败转变为胜利。 这种卓越的军事指挥水平不仅赢得了同盟军的战场胜利,更为他们树立了不可忽视的战略旗帜。 这种领导风格的转变,使同盟军在战场上变得更加灵活多变,能够更好地适应敌军的变化和战局的发展。 敏昂来的军事理念与同盟军的整体战略高度契合,他主张以速度、机动性和灵活性为核心,避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对抗,而是采取更为巧妙灵活的战术。 这种理念的引入,使得同盟军在战场上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局势,将敌军逼入绝境。 同时,这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同盟军的兵力,减少损失,确保持久战的胜利。 在敏昂来的领导下,同盟军的情报收集体系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他通过建立高效的情报网络,不仅能够迅速获取敌军的动向和情报,还能够有效地干扰敌军的情报系统,为同盟军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 这种对情报的重视和利用,使得同盟军在战场上始终占据主动,对敌军造成持续的打击。 在同盟军内部,敏昂来的领导风格也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他注重团队协作,鼓励下属发挥创造力和独立思考,使同盟军的指挥系统更加灵活高效。 他还注重培养年轻军官的能力,为军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领导方式既增强了同盟军的整体战斗力,又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外交层面,敏昂来的亲和力和谈判技巧也成为同盟军的一项利器,他善于与其他势力保持友好关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这种务实而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同盟军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同,为他们在战争中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帮助。 敏大将冲刺民选总理 提前布局,军政府改变征兵政策。 缅甸国内已经有大量城镇被抵抗组织占领了,敏大将在已经面对丢失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突然同意举行选举,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缅甸军政府,自2021年2月1日发动政变以来,首次公开表明了向民主转型的意愿,同时,军政府还宣布了一项新的征兵政策,要求所有18岁以上的缅甸公民,无论男女,都必须服一年的兵役,以增强国防力量和国家凝聚力。 这两项重大举措,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根据缅甸现行的宪法,国家总理是缅甸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国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 国家总理的权力包括任命内阁成员,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国家政策和计划等。 米安莱大将,目前担任缅甸国家总理和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的职能。 国家管理委员会,是自2021年2月1日政变后,由军方成立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直至恢复正常的民主秩序。 尽管他已经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为何还要参加民选总理竞选呢? 自米大将上台以来,几乎所有媒体都对他持对立态度,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立即对缅甸大将进行谴责,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包括冻结属于缅甸政府的数十亿美元资产。 拜登甚至直接表示,这些冻结资产将用于支持缅甸的民间社会团体,医疗保障,人道主义救援等,几乎就等于承认这些钱将用于资助抵抗组织。 敏大将目前最大的污点,就是通过发布军事政变上的台。 有分析认为,米昂来大将参选民选总理,是为了向国内外展示军方的民主诚意,缓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合法的退路。 自从政变发生以来,缅甸国内就爆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政变示威和抗议活动,民众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恢复民选政府,废除军方制定的宪法。 军方为了镇压示威,动用了武力,造成了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数万人被捕,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 美国,欧盟,英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军方实施了多轮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切断了缅甸的外汇来源,导致缅甸的经济陷入困境,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而中国,俄罗斯等国则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为缅甸军方提供了保护伞,呼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反对外部干涉缅甸内政。 在这种情况下,米昂来大将如果能够通过民选总理的方式,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授权,那么他就可以摆脱军政府的包袱,转变为一个合法的民选领导人,从而缓解国内外的压力,为缅甸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米昂来大将参选民选总理,也不是没有风险和挑战的。 首先,他要面对的是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强大竞争,NLD是缅甸最大的反对党,也是2020年11月大选的压倒性赢家,赢得了国会下院的83%的席位,和国会上院的79%的席位,可以说是民意的代表。 虽然昂山素季目前仍被军方拘留,面临多项指控,但他仍然是缅甸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国际声望,如果昂山素季能够获释,那么他很可能会再次参加民选总理竞选。 与米昂来大将,展开正面较量。 即使昂山素季不能参选,NLD也可以推出其他的候选人,利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争取选举的胜利。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米昂来大将已经开始提前布局,首先,他通过镇政府解雇了原来的选举委员会主席,并在短短7天后,迅速任命了新的负责人。 这位新任主席名叫柯柯,是国防军学院第十届的学员,在退役前担任过军方上校。 如今,在政府系统内几乎是自立最老的军官之一,在任命之前,他曾担任敏大将的宗教事务部长。 负责监督建造了巨大的马拉维贾亚佛像,外界将这座佛像称为是敏大将的形象工程,旨在改善他在佛教徒群体中的形象。 其次,军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10月份举行全国人口和住房普查,并计划在8月份左右结束紧急状态。 你可能会问,普查和选举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关系非常密切,据统计,2020年缅甸大选共有约2750万人身家投票,但仍有约2000万人未能参与。 其中,一小部分原因是公民身份限制,比如罗西亚人问题等。 另外,大部分人因为民族自治区被取消了投票资格而无法参与选举,这些政区包括超过800多个村庄,其中一些地区被取消了投票资格。 原因之一是当地抵制选举,因为在一些地区,选举与人们的生活关系不大,比如在军阀控制下的地区。 另一个原因是近十年来,缅甸社会一直不稳定,人口数据变化很大,政府如果无法掌握完整的数据,如何保证选举的真实性呢? 特别是在一些已成为抵抗组织控制区的地区,更增加了获取投票数据的难度。 因此,军政府此次举行人口和住房普查,旨在全面了解全国情况,至少确保在有效控制区内的选民人数,以确保选举的顺利进行,做到心中有数。 不过,敏大将参选还要面对的是军方内部的分歧和不满,据报道,敏昂莱大将在2021年2月发动政变之前,就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本应在2020年7月退休,但他却延长了自己的任期,直到2025年7月,这一举动引起了军方内部的不满,认为他是在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利益。 如果敏昂莱大将再次参加敏选总理竞选,那么他也有一定可能会遭到军方内部的反对和阻挠,甚至引发军方的分裂和动乱。 本次选举结果会如何呢?是重蹈2021年覆辙,还是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且听下回分解,静看敏大将如何表演。